最近消息台北市建国高中 在2月21号到2月24号期间 举办了四天三夜的毕业旅行 到了高雄 墾丁等地 没有想到却爆出了群聚感染 学生们返家之后出现了流鼻水 喉咙痛等症状 自行快晒之后为阳性 总共有25名学生 还有一名导师确诊 正值高中毕业旅行忘记 许多中学趁28连续假期前 举办毕业旅行 不料台北市男子中学 建国高中精传因碧履抱群聚感染 借国中学举办四天三夜 毕业旅行 结束返家后陆续出现症状 总共有25位学生 以及一名导师快晒阳性 我们是在学生返校之后 陆续有接到有同学反应 他有出现喉咙痛流鼻水 鼻塞等等这些症状 那他们返家以后呢 就自行进行快塞 那有部分有几位同学呢 他其实是有确诊的状况 确诊学生隔离期间 刚好碰上2月8连假 影响上课天数只有周四周五两天 学生们自主隔离 再过一两天就能回到学校上课 北市教育局也呼吁 疫情期间还是要落实 佩戴口罩提高警觉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 不过一段时间 我们都不在哪里 我还能够 我们都不过一段时间